欧洲奢侈评估的市值两天就缩水了560亿美元 听话原本大家说奢侈评估在年初的时候大涨 反映的是中国在解封之后 大家对他们消费力道的期待 那么现在反映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中国市场尤其是在大中华市场 一直都是欧洲奢侈评估的重要的营收来源 但我们都很清楚 其实从4月份中国经济数据公告之后 不管是从社会融资 还是从制造业偏埃 本身都是一个高速滑落的迹象 让人不免怀疑 因为照理来讲 4月份当时在去年上海是封城 激期应该是极低无比 所以如果按照同比来看的话 大部分数据同比来看应该都是增长的 但是却复苏法力 这就导致市场对于中国的消费力 开始感到迟疑 这一阵子很有趣 我们观察到 你看这两天回答几乎涨翻天了 但对于中概股科技股的沉压 反而是特别显著的 你看百度在昨天得了1.85% 腾讯阿里巴巴 美团跌了接近4% 京东也跌了4% 突然这些消费概念股 在一夕之间受到显著的沉压 不免让人家好奇 到底现在是美国在债务上限 还是中国在债务上限 因为跌的都是中概股 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市场对于中国的付出法力 也是有它的原字和来由 因为4月份所公布的数据 大部分都是表现差劲的 你说5月可能会有因为 五一廉价的关系 消费力度又再度提升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 5 6月是中国学生的毕业季 今年预估整体毕业人口数 大概会有1100万人左右 比去年来的高 现在失业率是两成 所以压力很大 我们看到中国最近 青年人口失业率大幅上升底下 大家就开始缩一结识 这就是目前中国政府 为什么要持续宽松 因为整个市场是 极度消费紧缩的 现在中国最近 年轻人非常流行 叫做食物盲盒 盲盒 这个盲盒就是 你不知道这里面菜是什么东西 但问题在于 有一些自作餐店 他不想要让食物浪费 那就用比较廉价的方式 把剩下的剩餐 不是吃剩的 不是吃剩 是自作餐里面 没有卖完的 来打包 可能10块钱 他就可以卖个两餐 不管是网路上 或者各大自作餐店 其实都买得到 他就是一种在市场上 极度通缩之后 大家的消费惯性 这问题很严重 如果市场的想法不是 未来我会赚更多钱 我要买这个 我要买那个 而是我要怎么省钱的话 这种通缩的现象 他就不会因为 财政的支出而解决 因为市场消费的惯性 不过现在让大家更担心的是 是不是好像疫情又在一起 没错 现在市场上 比较担心的事情是 因为中国政府 这次已经发布了 现在在6月份 7月份 不管是疫情 或者说感冒 肠病毒 这一类对于中国本土的 健康风险程度再度提升 让市场担心会不会再封 我个人认为 封的可能性是不太高 因为中国基本上 在今年元月份到2月份 已经达成了群体免疫 而是观察一下 未来的整个健康动态 因为毕竟 从中国官方制造业偏域来看的话 整个1 2月 3月 已经做一个显著的下限 跌破50的融库线 对 如果现在按照这种激奇效果 居然经济增长力度 比去年封城还来得差 你就说明这个市场上的 通缩环境有多更加显著 我们从片埃各大分项来看 几乎我们看到 蓝色线是3月份 红色线是4月份 高速收缩当中 就说明不管是订单 在手订单 库存 全部都在恶化当中 所以中国现在面临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 要如何处理5 6月 这一波的毕业生 第二个 如何让市场这种 通缩环境能够消失 不要再省钱了 赶快花钱吧 第三点 什么时候把外销订单 给拉回来 这个时候中国才能够 回到一个正式的 复苏进程上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要稍后来关心的是 整个净铃碳排 带动了台湾的 这个除能商机 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 稍后来关心的是